哥哥,不用担心我,母后会护佑我们的,嗯,事已至此,默然也不再挽留,他以前就希望魏英远离这些漩涡,去一个随心所欲的地方,魏英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,可能是因为以前在魏国被束缚太久,以前没机会,现在可以去到处看看,第二天,默然就安排了人护送魏英,兄弟俩这次事真的要分开了,但谁都没有不舍, 有的是期盼下一次能见到更好的对方,哥哥,后会有期,魏英报了一下漠然,然后上了马车,17岁了,可以照顾好自己的,魏英在心里这样想,其实他很依赖身边人,以前黏着母后,后来黏着哥哥,他渴望得到更多的爱,也极度缺乏安全感,魏英离开的消息也传到了蓝湛这里,他一直派人暗中保护着魏英,这是给他的承诺, 如今魏英要离开了,暗卫询问是否还需要继续,不用了,可就是因为这个决定,魏英再一次面临危机,他们一行人走了两日,在蓝国与魏国的交界处遇到山匪,默然派了20人的队伍护送魏英,结果又传来魏英失踪的消息,这是第二次了,第一次在魏国没有护送成功, 让他遇到了蓝湛,这一次又这样,默然看着撑着一口气回来报信的人,你确定现现失踪了,我醒来时身边的人都死了,可是不见魏公子的身影和尸体二字他不敢说,因为皇后已经气成那样, 蓝允一进来,就看到自家皇后单手撑在桌子上,好像随时会倒一样,赶紧过去把人抱起来,默然立马抓住蓝允的衣襟,声泪俱下的样子惹人心疼,陛下,线线不见了,默然咬着下唇,眼泪一滴一滴落在蓝允身上,也疼在他的心里,好了好了,不哭了呀,怪,宽厚的手掌轻轻拍打着默然的后背,替他抹去眼泪,可是越擦越多, 他受不了再一次失去魏英的恐惧,蓝允也闻讯赶来,看着地上受伤的人就知道大事不妙,心里一阵恐慌,线线呢,蓝忘机,线线失踪了,你开心了吧,是你把他逼走的,我打死你,蓝允差点没按住,默然现在是关心则乱,要是真的去打了蓝允他这个当哥哥的和当夫君的该怎么劝,忘机,去吧,把线线安全地带回来, 蓝战抬脚出去,走到一半听到后面传来一句话,蓝忘机,线线是利用了你,可喜欢你这句话,他没有说谎,魏英醒来石头有点疼,揉了揉酸楚的脖子,半嗓才回想起来自己经历了什么,恐惧之下立马爬起来,门突然打开, 一个魁梧的人走进来,挡住了身后大片的光,你醒了,魏英缩在床脚,警惕地看着眼前的人,他就没见过这么粗犷的人,好像一口就能把他吃掉,你是什么人,哈哈哈哈,我是你未来的夫君,滚,又喝,脾气还挺辣,我喜欢,看你这细皮嫩肉的,一看就是富家公子,我睡了你也不亏了,魏英一看那浑身的肌肉,突然颤抖了一下, 他这是狼入虎口了,你别乱来,如果你是要银子的话那好商量,银子,我缺那点银子吗,我要的是人,别说你长得可真好看,所以我没有杀你,把你带来就是要当我夫人的,那人色咪咪的样子令人反胃,可谓应真的抖不过眼前的人,那手臂比他大腿都要粗,可是怎么办,他该怎么脱身,也不知道哥哥知不知道自己失踪了,如果知道,那自己只能 尽量拖延时间,等人来救,如果不知道那他真的完了,魏英突然想起蓝战,上一次他预先找到蓝战寻求了帮助,这次还有机会吗,难道生理要变成死别,晚上,魏英被迫来到他们的主营,里面的人各个伸长了脑袋,要一堵风采,都知道老大结了一个漂亮的少年上山, 他们这些人都粗糙,还真没见过这么细白漂亮的人,此时个个都呆愣着,手里的碗都快拿不住了,过来,坐我身边,大虎拍了拍身边的位置,示意魏英过去,看着那个大块头,魏英颤抖了一下嘴角,不过还是乖乖地过去,还没走到身边,就被一只大手拉过去,魏英爹坐在那人腿上, 巨大的体型,差显得魏英很小个,哈哈哈哈,那么拘谨干嘛,以后,他们都得管你叫一声,嫂子,来,先跟大家打个招呼,呸,魏英心想,就你也配,不过他现在不好撕破脸,不然,他不敢保证这人会怎样对他,还是听话点得好,你们好,我叫莫玄宇,底下好多人也都起哄着跟他问好,这时,手里塞了一个碗进来,身边的人给他 他倒了一大碗酒,今天高兴,哼,明天我们就拜堂成亲,底下的人又开始起哄,魏英被吵得头疼,不过还是意思地喝了一小口,他说自己不会喝酒,那人倒也没有勉强他,还扯了一只羊腿扔到魏英手里,吃吧,现烤的,魏英肚子早就饿了,现在好不容易来点吃的,他也不再扭捏,抱起来小口小口地啃,和别人大口喝酒,大口吃肉形成 鲜明的对比,大虎越看越有意思,眼睛仿佛长在了魏英身上,魏英偏头看着那人,你看我干嘛,你的吃相太斯文了,真好看,魏英给了对方一个白眼然后继续吃,不吃饱没有力气战斗,酒足饭饱,那些人都醉了,许多人在原地就睡着了,魏英却不敢动,因为他们老大的一只手臂搭在他肩上,不过魏英还是斗胆轻轻地移开,然后, 跑出去了,可是外面都黑了,他不知道该跑去哪里,转了一圈,发现自己反倒迷路了,随即被人抱了起来,大虎一只手就把人抱起来坐在臂弯上,魏英被吓了一跳,你干嘛,吓死我了,别乱跑,小心迷路,你没醉啊,那点酒哪能啊,回去睡觉吧,一听睡觉魏英整个人都紧绷了,他不知道这个大块头会不会对他做什么不好的事, 可显然他想多了,大虎把人抱到住处就离开了,魏英松了一口气,还好遇到的土匪没那么坏,魏英只能这样安慰自己,第二天一早,魏英就被声音吵醒,出门一看发现外面的人都在忙活,显然是在不知什么,一看那大虎的段子心下了然,完了,躲不过了吗? 正午时分,正当他发愁的时候有人跌跌撞撞地跑来,是山下巡逻的人,怎么了,大哥,有官兵,好多的官兵,怎么可能,真的,已经在上山了,看样子来者不善啊,而且我们的人抵挡不了,为什么之前一点动静都没有? 不清楚,魏英总算是露出点笑容,一定是哥哥来救他了,还没来得及,高兴就被大虎拉着走了,一路上跌跌撞撞的,魏英一直想找机会脱身,奈何一点用都没有? 那人紧紧拉着他,想要留下点记号,可他身上什么都没有,蓝战带着人上了山,看着人去楼空的山寨,还有挂着的红绸缎,伸手用力一扯,牙关紧闭,追,大虎他们显然没有蓝战的士兵迅速,哪怕他们对地形熟悉,可蓝战的兵不是吃素的,追上他们只是时间问题,大哥,那些人为什么突然来对付我们啊? 这我哪知道,他们一向官商勾结,只要不捅出大祸是不会管他们的,现在突然打上山来,简直给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,会不会是因为他呀? 众人看着魏英,心下也有了猜疑,才把人结上山一天,官兵就来了,很难不让人信服,就是因为他,魏英此刻正在喘气,他实在是跑不动了,脸颊被晒得通红,大哥,要不把他交出去? 看那些人会不会对我们网开一面,另一个人显然不这么认为,大哥,既然那些人有可能是为了他,不如拿他做人质,不然,谁敢保证我们放了人他们依旧不会放过我们? 就算做人质,万一他们说话不算数,还是要灭了我们呢?一帮人吵来吵去,大狐也不知道该如何抉择,直到身后传来厮杀声,快跑,魏英又被拉着跑,不过他的脚突然崴到了,钻心地疼踩脚腕传来,你们,放了我! 我保证他们不会对你们怎样,别废话,给我起来继续跑,魏英实在动不了,轻轻一动就疼,大狐把人扛起来,魏英被颠簸得快吐了,身后拦战的人穷追不舍,已经追上后面的人,一个个都倒在剑翘之下,看着一个个倒下的兄弟,大狐也不跑了, 因为前面也没有路了,他们居然跑到了无风崖,他的人都被解决得差不多,只剩下几个,被杀红了眼的大狐拉着魏英站在悬崖边上,我的兄弟都因为你而死了,怪我吗?谁叫你把我截上山来,你就由自取 蓝战终于看到了魏英,不过对方情况好像不太好,一只脚似乎受伤了,蓝战眼里的杀气更重了,魏英,蓝战给了魏英一个安抚的眼睛, 传达着他的担心,魏英似乎被短暂地安慰到,对着他笑了一下,可下一秒失重感席卷而来,蓝战,魏英的回音消失在空荡荡的山谷里,下一秒一个白色的人影飞奔过去,同样消失在悬崖边上,大狐也倒下,没人看清楚湛王殿下是如何杀的人,只看到脖梗处,避沉留下的一条细细的痕迹。